小哥收养了一只水塔 当时由于太小 于是便把他交给了家里的橘猫来带 橘猫喜当爹 对水塔疼爱有加 像亲生孩子一样照顾他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水塔终于长大了 他十分可爱 甚至比菊猫还会撒娇 水塔长大后 不知道自己是水塔 以为自己也是只猫 所以也学会了向主人撒娇卖萌 神态举止和猫咪没什么两样 他很依赖猫吧 每天寸步不离地跟着猫咪 像只跟屁虫一样 甚至连睡觉都要抱着猫爸 才能安心睡觉 但是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为什么自己不能像猫爸一样 飞枪走壁 每次看到猫咪跳上高处 他都很羡慕 急得在底下音音音地叫 似乎在叫猫爸 教他怎么跳上去的 每次这个时候 猫咪都会心疼地跳下来安慰他 但是水塔跳不上去 猫咪也很无奈 心想 这儿子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我 每次有好吃的 猫咪都舍不得吃 都是先让给水塔吃 这天 主人给他们准备了生鱼片 菊猫闻了一下 真香 但是他舍不得先吃 让给水塔来吃 因为水塔正在长身体 需要大量的营养 只见他一口一块鱼肉 吃得嘎嘣脆又香 水塔吃东西很猴急 像急了小时候的我 兴高采烈地用两只小手 拿着直往嘴里送 高兴地像只250斤的小孩 每当这个时候 猫咪总像个父亲一样 一脸慈祥地看着水塔 猫咪的性格温顺 脾气出奇地好 呆萌萌萌的样子 十分可爱 等水塔吃饱喝足后 还会暖床哄水塔睡觉 可是时间一长 水塔就越来越依赖猫咪 甚至一刻钟 都不能没有猫咪的陪伴 由于水塔不会像猫咪一样 上蹿下跳 于是猫咪便叫水塔 开冰箱的技能 这样的话 水塔也能学会 一门偷吃的技术 以后冰箱里有啥好吃的 不需要铲屎官动手 自己也可以去找吃的 这天 又到水塔练习 开冰箱的时候了 猫咪跳上冰箱顶上 看着水塔实操 你还别说 水塔聪明伶俐 猫咪昨天只教了它一遍 它就学会了 怎么打开冰箱 怎么翻箱倒柜了 小家伙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好吃的 气得音音叫个不停 没想到 由于动静太大 却引来了蝉屎官 蝉屎官一看 心想 好家伙这么小 就学会了偷吃 那还得了啊 被捉了现行的水塔 这下被主人拿捏住了 不仅没有找到吃的 还被蝉屎官 有爱的教训了一番 受了委屈的水塔 只好哭着找猫爸求安慰 猫咪心疼地安抚着水塔 不得不说 有爸的孩子像个宝啊